俗稱桃園巨蛋的桃園勢力綜合體育館 自1993年啟用至今已有31年的歷史 因此桃園市議員吳家和日前在市政總質詢時 向市府爭取在中立體育園區中 比照台北大巨蛋來設置桃園的新巨蛋 不僅可創造經濟效益也可平和南北桃園發展 當然這個巨蛋大概30年有了 有 那也就代表它是一個很成就的設施設備跟結構 所以在基本上它的使用率並不是那麼優質 對不對 好 那我建議你 這個中立體育園區這個場館所在地 是會蓋個巨蛋 台北大巨蛋誕生之後 它周邊整個環境整個商機整個一個商業的活絡 我想這是我們桃園需要的 那尤其過去長久時間以來 南桃園北桃園發展不平均 從經費預算上面來看 基本上南桃園只有桃園是三分之一的預算 北桃園大概三分之二 這長時間現在就對南桃園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在未來南桃園不要急起直追的 起碼要平行一下 平衡一下 對 這個部分很重要 是 對此桃園市長張善這回應 表示先前市府開會也討論過這項議題 有鑑於桃園缺乏相關大型體育場館開發案的經驗 以為請體育局去了解台北大巨蛋和新北體育園區的規劃 營運和商業模式 搜集資料來嚴厲 並規劃可平衡開發成本的方案 不排除朝大巨蛋的方向來規劃 那的確它這地很大 我們也考慮到說 有沒有可能弄巨蛋 台北的話巨蛋旁邊還有觀光旅館飯店等等的 BOT嘛 它必須用一些商業設施來平衡這個巨蛋的 開發成本跟營運成本 所以我們那天的結論之一 是已經要求體育局去了解一下 台北這個大巨蛋 包括現在新北也有一個體育 有一塊地也是BOT 去瞭解一下新北BOT 到底是目標是怎麼樣 然後當作我們參考 那不排除有可能就做到您講的說 也是一個大巨蛋 那個桃園過去 就運動設施的開發場館開發 沒有碰過像中立運動員區這麼大的案子 這麼大的案子以前桃園沒有做過 所以現在我們覺得體育局 一個局來承擔也不見 我們府城會給他充分的支持 事實上先前也有多位議員向體育局建議 現有巨蛋體育館老舊 有必要重建或另外蓋新的巨蛋 而市議員吳家和認為 中立體育園區佔地將近73公頃 富力廣大 加上未來距離捷運綠線延伸車站 以及鐵路地下化的內力中原中立等站都很近 有望在開發後帶動中立後站的繁榮 因此周邊的居民都十分關心園區規劃 希望市府能以前瞻思維來建設 才能讓桃園市進步 去旅行 尋找不到